下个节目是什么来着 哦 钢琴独奏 爱因同学啊 你怎么没换礼服啊 大家都穿好服装 才能看出整体的舞台效果 我不喜欢那件礼服 爱因同学 礼服是学校统一采购的 难道要因为你的个人爱好 重新值班 我也可以自己买 我不喜欢那件礼服的款式 这是学校活动 我不喜欢任何同学搞特殊 我知道了 这一切是学校活动的 我们在学校活动中 今天是学校活动的 帮助5号 学校活动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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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担心我 没什么大事 我只是不喜欢黑色礼服 领结的样式 金属的花纹样式 都让我想起一段 不开心的回忆 是我小时候的事 还不说 这个东西 我是真的 两个小时 我只是想起来 因为的 我们有一个人 我真的想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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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天脸 一直想起来 你 结果 那是我第一次上电视 不是 他们组的老师 喜欢我的外形 希望我站在人群当中 最显眼的地方 我就是个白剑 只需要张大嘴 随着他们的歌词假唱 我还记得 那位老师 很高兴地给我挑了一件 精致的礼服 还说 只有像我这么漂亮的小男孩 穿着金边礼服 才格外注目 给你装着 你装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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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选择 你装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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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我心里去 这件事过去很久了 我只是看到了 那件黑礼服才想起来 不用了 要说礼服 我自己有好几件 这件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 而且 这真的是很小的事 我自己有好几件事 我自己有好几件事 她是个成熟的演奏者 不是吗 因为我想清楚了 哪怕是同一件衣服 我也应该再次穿上的 因为这一次 我是在用自己的指尖演奏 我知道 台下的人是来听我演奏的 无论我穿什么衣服 都无所谓 我阻碰着我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相信你